来自宝山所产的绿竹笋要怎么吃才好吃呢 让酒店日式料理主厨来告诉你 首先先将绿竹笋剥皮 只留下竹笋最鲜嫩的部分 接着再裹上蛋黄汁跟日本的煎鱼片 下油锅油炸 最后再淋上酱汁 如此一来 就是一道口感与味道兼具的夏天小点心 我刚刚有吃那个就是炸的绿竹笋 我觉得它吃起来还蛮特别的 就是搭配那个酱汁 我一开始以为它吃起来会蛮油腻的 但吃进去我觉得蛮清爽的 那我们搭配着我们那个日本 他们有一个地名叫土佐 那边是产鲜鱼 那我们就用鲜鱼下去包着那竹笋下去炸 那这一道就是竹笋土佐羊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民众想要吃一点清爽的饮食无可厚非 有知名饭店业者就推出适合的商业午餐 除了油炸绿竹笋以外 还可以选择生食熟食以及火锅类 有多种的搭配方式 抢供新竹市的午餐消费市场 这一次的设计方式 有生食熟食 那可以给顾客来选择 如果不吃生食 那我们可以选择熟食 那熟食我们的选项有六种 那有炸猪排啊 鲜下天婦罗 还有香煎鸡胸肉 那都可以给客人多重的选择 那不怕说来日本料理就一定要吃生食 那可以选择说多样式的吃法 对海鲜来说只要是新鲜的鱼肉 味道就不差 但这道生鱼片握寿司 主厨选择以炙烧的手法 些微融化了鱼肉的油脂 这样让握寿司吃起来更加入口即化 也是饭店力推的料理选择 我刚吃的是炙烧鲑鱼的握寿司 那这边的炙烧鲑鱼的握寿司很新鲜 然后饭也特别的香 那我们也很多样很多种 新竹市因为靠近科学园区的关系 中午有许多消费实力雄厚的商务客 饭店业者希望设计多样化的商业套餐 价格也是千元有少 让民众在中午用餐的时候 就多了一个便利又平价的选择 凯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